大白腿,拖衣舞,老母亲刚死,男人就冲上台,和三点是美女跳烟无助行,最后干脆脱下笑一笑忙,当众将女人扑倒在地,本来是老母亲的丧礼,却变成了孝子孝女的欢乐场,台下的看客们哄堂大笑,没有哭泣没有伤心,甚至没有在意,母亲的遗乡还在台下注视着一切,这已经不是村里第一次举办喜丧庆典,可这次的死者是福度自杀,根本算不上寿终正寝,更让人唏嘘的是, 老奶奶年轻手寡,靠眼街要饭养活了六个子女,即使如今86岁,依旧守着破旧老房,砍柴做饭,洗衣缝补,只要能干的事情,绝不麻烦儿女,她和很多老人一样,生怕拖累孩子,可独居士却又忍不住思念,只能轻抚完女们优势的照片一介相思,然而平静的一切,都从这天彻底改变,老奶奶干活是不慎摔倒被诊出脑血栓,年迈的她已经到了一样天年的时候,再也不能自己照顾自己, 可最有出席的两个儿女全都定居外地,几十年都不曾回来看望过一次,最小的儿子也在十几年前出门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过,儿媳受不了贫穷,扔下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小岛,跟人远走高飞,老奶奶只能独自抚养孙子小岛,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可如今需要被人照顾的时候,其余四个儿女却纷纷劝她去进老院养老, 他们嫌照顾母亲麻烦,却又不想被尚不孝顺的妈咪,老儿甚至搬出邻居惨死的仙女吓唬母亲, 你还记得疯子打架吗?自己死假,没人知道,过了好几天,才发现,男生都去,老奶奶被吓到又没有话语权, 最终只能同意儿女们提议,可进老院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只有死了人,才能往里送一个,眼下床位紧翘可老儿却不愿再等, 当场教的定睛生怕母亲反悔麻烦到自己,然而等未的这段时间,四个儿女为了避免出现意外,还是免为其难让母亲沦流住进家里, 第一站是住在同村的老儿家,阿尔西向来粗鄙不堪见酸刻薄,可这次却依反常态,不仅一口一个囊叫着,还主动给婆婆端茶地水, 但很快,夫妻俩就暴露了真实目的 两口子打起房子主意,可老奶奶却担忧孙子小道无处可去,她说出真实想法希望儿子儿媳理解, 谁料刚才还笑我满面的阿尔西立可拉下连来,一天到晚讽刺婆婆吃闲饭,哭诉自己是劳累命, 孩子们的冷漠让老奶奶酸心,她不想成为儿女们累赘,只能托人打电话, 想要去老三家里住的时间,可临走时,她还是心软将老房钥匙交给阿尔西 老人辛苦一生只为儿女奉献操劳,可老奶奶怎么也没想到,阿尔西竟会端来毒药给她吃 脱衣舞女郎和农村老汉在舞台上互相调侃,丝毫不顾着是八旬老母亲的葬礼现场,台下观众们纷纷哄堂大笑, 灵堂上却满是喜悦,根本不见半点悲伤,老奶奶一辈子寒心如哭养大六个儿女, 如今却没有一个肯为她养老,阿尔西兼酸刻薄寄予她的房子, 老奶奶只能给四个孩子里条件最好的老三打电话,老三在城里有房有车, 儿子也已经考上大学,可这也给了三二戏高傲的资本, 她看不起农村婆婆,为数不多的行李也被她随手兜进杂物间里, 甚至在沙发上铺了一块白布,生怕婆婆弄脏家里地方, 饭桌上,老奶奶拘谨得不敢动快,她的破桃碗和桌上精美的餐具各个不入, 可三二戏仍在不停催促进老院的事, 老奶奶被堵得说不出话,只有和她最要好的孙女替她明了几句不平, 三二戏被闺女堵得面红而赤, 转头只能把气全都撒在婆婆身上, 一家三口的碗洗得干干净净, 偏偏老人的碗就随便滑了, 老奶奶的手卷也被她嫌脏夹起来扔到窗台, 这个家里只有孙女心疼奶奶, 她看不下去主动给奶奶洗头, 聊天时又问起为何当年同一爸爸外出闯荡, 谁也没想到, 第二天孙女便独自拉着行李向外出闯荡, 三二戏将所有过错全都跪在婆婆身上, 对着跪在地上的老人剖口大骂, 她一个小女孩弄爹爹, 她不能睡, 你弄了年纪了, 你也不能睡, 等到实在看不下去, 儿子才进来拉做媳妇, 可老奶奶却没有起身, 她依旧跪在地上, 对着自己的观音像前程祈祷, 只希望孙女可以平平安安, 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三家里已然住不下去, 老奶奶决定去小女儿家里将就几天, 一听这话, 老三立刻给母亲拿鞋穿上, 三二戏也迫不及待, 当着婆婆的面, 就将她用过的东西和垃圾一起都在楼道, 老奶奶的心在地穴, 却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小女儿的条件没有老三好, 自己起早贪黑骑着三轮摆摊卖肩笔, 女婿则开了一家小卖部, 儿子在外跑货车长年不回家, 一家人不仅收入微薄, 还带着儿媳妇和孙女一起挤在狭小鼻子的店里, 但好在女儿女婿为人不错, 外孙媳妇也主动让出房间给奶奶, 自己则挤在门外沙发酱酒, 老奶奶住进来后, 女儿每天都会张了一大桌好菜, 她终于过了几天书信日子, 直到这天, 女婿发现刚收的50块钱不见了, 她是第一个遭遇全网下架的电影, 远在引入陈烟之前, 因为太过路骨, 太过现实, 最终影片遭遇了全网封杀, 但实际上, 她却无比真实揭露了千万家庭最难以启齿的秘密, 86岁老人靠要犯养活大了六个子女, 到老却没人愿意照顾养老, 女婿怀疑她偷钱不好意思质问, 只能将这件事告诉妻子, 你胡说什么呀, 她能干哪吒? 虽然嘴上态度坚决, 但女儿心里终究存了个遗应, 可还不等她试探, 母亲突然中风倒地, 一家人忙前忙后花了不少钱, 但老奶奶的病却始终不见好, 哎, 笑, 因为中风, 老奶奶的脑神经受到损伤得了小病, 只要情绪激动, 机会控制不住发酵, 眼看前一笔一笔花进去, 一厢孝顺的女儿也觉得老母亲有些累赘, 见母亲又在呵呵发酵, 女儿只能无奈走开, 晚上夫妻俩坐在门口哀声叹气, 如果再这样下去, 不但存不下任何钱, 还要连累一家人和西北风, 女儿终究忍不住质问母亲五十块钱的事, 谁料老奶奶尽一口承认是自己拿的, 还从怀里掏出五十塞进女儿手中, 她不是不知道女儿的难处, 可谁知更要命的是, 外孙在外开车时不幸遭遇车祸, 对方只草草赔了两万了时, 可一家人却彻底没了未来和顶梁柱, 麻绳专挑戏出端, 女儿扑在床上哭得声嘶力竭, 门外的母亲却又控制不住笑出了声, 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只能再次离开, 只是在临走时, 将祖传的银手着戴在外孙媳妇手上, 安慰他人还年轻, 可以再找个人嫁, 老奶奶一辈子全在为儿女捉响, 可当她辗转回到老屋时, 却发现早已没了自己的落脚的, 阿尔西侵占了她的房子, 甚至因为她的笑病不让她上桌吃饭, 将她赶去屋外石头里的牛棚里住, 儿媳的妈妈让老奶奶笑得更加凄厉, 她只能拿出自己的观音像拜了又拜, 祈祷儿女们平安健康, 可谁知儿媳妇竟越来越过分, 给她送来的饭也和牛是没有区别, 牛棚里四处露风脏臭不堪, 曾经十分抗拒的敬老院, 也成了老奶奶唯一能期望的地方, 她询问儿媳什么时候能过去, 儿媳的妈妈和不耐烦, 让老奶奶再也不敢开口, 可这天晚上, 来送饭的人却变成了儿子, 她似乎良心发现, 像小时候那样跪坐在母亲脚下, 娘, 娘, 你恨我吗? 就不恨我了, 她将几双鞋垫塞到儿子手中, 叮嘱她给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纷纷, 可转头却看见儿子故意留在地上的老鼠药, 眼神里尽是绝望和哀伤, 随后, 她又将儿媳叫到跟前, 将传家玉拙递给她, 我娘, 你少被传家包给我的, 还有我们好的妈, 在我的, 这天晚上, 老奶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她起身拜了拜观音响, 希望菩萨保佑孩子们平安, 将自己收拾干净后, 握着多年前的那张全家福吞下了老鼠药, 虽然死得凄惨, 但葬礼却十分风光, 而女们拿钱请了脱衣物女郎表演, 根本没有任何悲伤可言, 所有人都开始了各自的生活, 女婿在柜子夹缝中, 发现了那张掉落的五十元钱, 阿尔西则因为过度劳累, 在干活时瘫倒在自己门前, 只不过她的境遇, 又不知比老奶奶好多少呢, 我 shimmer水哦, 我门只能买的一年, 但每个人都开始决定了, 打个肉态和他的汽符,